伊卡尔迪转会巴黎揭秘旺达富惨痛代价 被极端球迷死亡威胁逼走 转会截止日的最大消息 就是伊卡尔迪夫妇最终接受了转会 以租借7000万欧元选择性买断条款的方式 从国米投奔巴黎圣日尔曼 据全市场米兰体育报得证实 在这笔租借交易定案之前 伊卡尔迪和国米续约一年 这就意味着这次租借转会 未必就是持续了近半年之久的伊卡尔迪肥皂剧最终的结局 另外尽管伊卡尔迪夫妇只是初到法国 但法国媒体已经带起风向 针对旺达进行了较多批评和嘲讽众所周知 大巴黎对于球员家人当经纪人 是有心理阴影的拉比奥特的母亲 就是巴黎球迷和法国媒体极为讨厌的人 可以预见旺达在法国的舆论环境并不会太好